疫情導致仰賴生態旅遊的保育工作 面臨資金短缺 人手不足的危機 因此南非有自然保護區 開始向全球各地真人 透過保護區各個角落的照相手機 即使人在家中也能加入監測行列 保護野生動物免於遭受盜獵者襲擊 活動反響熱烈 目前已經有超過五萬五千人 成為虛擬護理員 自然保護區內野生動物 在空曠的環境中自由生活 卻也面臨著盜獵者的襲擊風險 而在疫情重創國際旅遊業下 仰賴生態旅遊的保育工作資金短缺 全球已有五分之一的護理員被解雇 致力於保護野生動物的反盜獵組織 對動物的危險處境感到非常憂心 由於巡邏次數減少南非的巴魯來自然保護區和手機製造商及野生動物實況服務商合作 透過在保護區各個角落設置手機 將動物的活動影像上傳網路 並向全球各地征援一同參與監視 形同全天不間斷的巡邏部隊 這項名為Wild Life Watch的專案主要幫助追蹤生活此地的非洲舞霸 犀牛 獅子 豹 大象 和水牛 從3月上線以來已經有超過55000人成為虛擬護靈員 巧妙運用網路上的眼睛和耳朵 有效緩解護靈員人數不足的問題 目前系統正常發揮功能 已有監測國家公園的觀眾回報聽到槍擊聲 有脫裂者出沒的可能性 並向當地護靈員發出警告